在这寒冷的冬季为了传递爱心温暖社会 帮助镇上弱势户能够改善生活品质 祖山镇公所也与多个单位办理一系列的物资发放活动 日前首场活动也结合了 天一元德慈善基金会与产棉居等单位一起进行 今天我们活动主要是针对我们镇内的一个弱势群组 就是主要是低收入户 那我们因为那个春节到了 那我们就是有跟天一他们一起发放物资给这些低收入户 还有我们的弱势群组那帮助他们 我们里面的物资有米的部分 那还有面那还有罐头 还有一些就是奶粉跟一些营养物资 那彩棉居又有提供我们200套的一个棉被 那也让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 那也让我们的一个弱势团体可以度过一个寒冷的一个冬天 此次关怀弱势家庭物资发放活动 提供了许多民生物资及棉被 让这些弱势户感受到社会各界的爱心 而能够参与活动一起来做公益 柴棉居经理理历史也相当荣幸 并邀请更多企业一起来做公益温暖社会 参加本次政公所所举办的这冬令救济 然后这些送暖发物资的活动 我们非常的开心 那这边的话我们欧总经理也希望说 抛砖引玉 那各位企业的大佬们 如果你们的爱心不弱人厚的话 大家一起共同来支持 然后响应这样的活动 议长河正峰肯定活动搬你的爱心 让弱势户获得帮助感受温暖 也希望能有更多民众一起来响应 都能够尽自身能力 为社会来做更多的服务 记者卢宜凯 竹山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